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乐华上市 王一博被凭艺人养活公司 网友好奇乐华能否再造一个他 似乎内娱太多的艺人都是由经纪公司捧红的了 由此他们忘了有那么极少数人只是单在公司名下 实际不被公司管束 是自己将自己捧红的 乐华娱乐终于上市成功了 这一点杜华心心念念了许久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而他的摇钱束王一博也是参加了乐华的上市发布会 成为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然而大众除了对于乐华上市的观看之外 也是感慨杜华的好运 毕竟根据数据显示 王一博在2022年的前三季度就为乐华娱乐赚了7.53亿 占乐华总营收的六成 如果说乐华仅仅是一家商店 那么王一博就是销贯 他一个人扛起了店铺营收的半壁江山 25岁的年纪 公司发布会坐在老板杜华身边 股东和饮食站在老板身边 王一博在乐华上市这天出尽风头 虽然在可查的乐华股东人员中没有王一博的名字 但发布会上股东和饮食 无论是主持人的介绍还是王一博的站位 都说明了他的股东地位 也许是股东人员暂未更新的缘故 不论何种原因 粉丝们喊王一博的这声王总道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只不过如今的王一博在风光也免不了有人说起酸话 譬如王一博撑起乐华的半边天 一人养活全公司是否显得乐华太过无能 毕竟一人的红火程度最不可控 乐华能不能打造第二个乃至第三个王一博 这些问题虽然伤害性不大 却是对王一博红起来过程的侮辱 似乎真的有人在为乐华塑造那愚灭霸的人设 当年的八百营销号实则是谁甩锅的心中有数 只不过王一博倒成了有八百营销号护体的人 简直可笑 无论哪个平台 王一博的黑粉都是那么猖獗 不正是因为王一博没人帮着说话 乐华不管的原因 若是其他一人 恐怕那些账号早就禁言了 乐华之于王一博可有可无 离了乐华他能更好 但王一博之于乐华就如同鱼儿离不开水 离了王一博乐华就没了 王一博如今不需要靠杜华 曾经的他也不需要 杜华从没捧过王一博 即使他口出狂言要打造Unity 可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王一博火了 还有谁知道这个团 王一博曾经长达一年都没工作 自己在家拼乐糕 住在老旧的桶子楼里 为了得到工作机会 自己在机场洗头去面试 拍戏时满手的真恐触目惊心 是天意是运气是好命更是王一博自己不懈的努力 王一博拼出来了 说王一博是被杜华捧的 那绝对是从不了解王一博只空凭自己意想了 如今乐华的营收之中 王一博贡献了六成 说是一人养活全公司倒也不为过 王一博成为乐华股东 这钱就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区别 只不过乐华想要打造第二个王一博 只能是妄想了 不如想想王一博是不是由杜华打造的吧 在王一博火之前 杜华又何曾管过他呢